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压 可以不吹气 如果我们附近有AD 你按压 我这赶紧准备个AD 那我们就是心肺复苏子 肆不吹 通过我们强调 救过来了 不但有了心跳 有了呼吸了 而且它意识也恢复了 能说话 我估计多数人体会不到 我们医生当时的那种心情 真是特别的高兴 几个来家 别过了 改革开放之后 生活的提高 对于急救 它要求也高了 你比如说患心病 心脏肇庭 由这些病产生的急症就增多了 让老百姓加强这种急救意识 那么一旦发生了心脏肇庭 它知道怎么去操作 它知道如何去按压 而且有AED 我这么多年体会 你只有举办公益性的急救奖座 才能有更多的人受益 我从1985年 一直坚持了这么30多年 公益推广应该说 比几十年前进步多了 因为有更多的人重视了 每天都有人在推广这个事 国区那会儿叫我们几个人 跟国境上相比 我们现在正是在一个突增期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非常迫切地要求学习精语 算抬高点 完全抬起来 坐得非常标准 前凯特很久以前 他就知道我 据他自己说的 很多东西都是从我这儿学的 就是通过网络 通过视频了解的 他就非常想认识我 我这辈子最爱干的就是两件事 一个呢就是救人 一个就是教别人救人 另外我还有两大爱好 那就是一个是精确 一个是输马 站立在一门 船林好 大小二郎听着喵 贾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贾老师 听说您每次给他们讲课的时候 经常用这个京剧 来代替这个心脏复苏的这个节奏 我给你来一句 三人同拔 那鬼门关上堂 您这是国粹呀 我得跟您多学学 以后带着他们这个 做这个的时候也学 也唱进去 行啊那咱们走 前面这有一个地方 你看那前面那个 挂着几个童谈了这 北京市东四伏南一 你看我就是这儿出生 1949年十月份 那您是共和国徒族人啊 对 前面那有一个地方 就是能喝茶 能长戏 能写书吧 好 有一些志愿者 给我个人成立了一个 甲大城医生工作室 我们以后一起 肯定要给大家 办讲座 搞培训啊 我们写文章啊 拍视频啊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 微不大 你必须得依靠集体 依靠政府 依靠媒体 依靠广大的老百姓 不使劲 叫这儿动 还有 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 能不能建立一所 急救医学院 培养不同层次的急救人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